没有任务就没有报仇 我是赏金内尔雪灵 又是空手掏白狼那一天啊 我现在属于欲强则强 打二级套是两炮 打六级套也是两炮 哪跑鬼鬼陷上六级侠 没吊出来 非常可惜 我穿六级套的时候 被四级套淹死差点气死我 为了防止自己被气死 只能让别人气死了 况且咱这还不是阴人 这是正大光明的双小炮 他们就算生气 估计也气不死 喊他 在末天乱想睡着 看到了云洞上的金鱼 再忙的变老 难过这过太红角 我用快红薄睡觉 花又吃掉 城堡 醒来看了水晶蝎 落满了蝴蝶 足不远 哦 贝贝 闭上眼睛 梦里抱着 有千里也十足不远 哎 哎 好巧 你也是来打包什么吗 热烈欢迎 安全起见 往后走走 感觉他不会放过我的 随时准备收快点 你过来啊 叮叮叮 这boss也算给面子了 古机甲还有一把精致大菠萝 不过这枪我都三把了 根本用不上 现在才来不觉得有点晚吗 炸猫了吧 让我猜猜你在哪 不在 那肯定就是这了 猜中了 输快地输快地 我的天哪 哇 什么情况 这么肥的吗 这人也是不简单 要是我有这些东西 早都送回残酷了 就怕遇到像我这样的高手半路一活 肯定有很多东西带不走了 也不知道会便宜哪个幸运儿 前车之剑 我先溜了 这把就尴尬了 买了东西忘记带进来 我现在终于能理解 有的人杀掉之后 只有一个狗牌是咋回事了 心酸 脚不少 糟了 这下死定了 喂 你别怕这儿啊 你这样对我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年轻人要出去闯一闯 怕小丛里有什么出现 他走了 太好了 我屁肯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这怕是个盲人吧 要是我有子弹 他都死八百个来回了 我就静静的听你吹 终于走了 老夫要重见天日了 这时候生锈的子弹也不能嫌弃了 要是有破伤风属性就好了 一个医联想要三碗 咋不去抢啊 哼 什么 直接返回 让伙伴们看看高手是怎样练成的 生锈子弹如何讨白狼的 哎呀 不好 问题不大 赶紧打个药 我还能站起来 嗨 溜达呢 又一枪 吃肉啊 连他一枪都扛不住 上把根本就不能算 开局就不利 这次双炮小霸王重出浇火 想好吧你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哇 第一次看见金条 百减十五啊 果断 听声音 有人过来了 哪里跑 你个大餐 还不陷上六级甲来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他前面还有人 这个应该很肥 果然 是红光 只有一个六级包 也还行喽 要啥自行车呀 刚刚明明有人在前面堵他 不然他完全可以直接跑进辐射区 巧不舍 他还在 炸到他了 肯定晃了 又解决一个 就知道他一炮炸不死我 一点都不晃 又是红光 太好了 这六级甲 也不还有不许吧 果然 那我就带着他们的装备和他们的子大 再去渡水区转一遍 万万想不到 外面打的热火朝天 你们居然有让安安稳稳的开箱子 呀呼 好话不说直奔图书馆 现在你楼顶在说 现在万事大劫 就等他来图书馆开箱子了 等了几分钟 他在干啥呀 这水枪也该刷起来了吧 哇 千防万防 bug难防 重拦打水一场空 咱们 跟着